我們來看看,我們剛才有測的都是同一個火焰 那說你要讓火焰變得不一樣,有兩種方法 一個是你就要測定要把火進來 可是最後都有檔案很大 你如果不確定這樣檔案多大,其實當然沒有,就要真正搭不出去測試看看 那我們現在要來看一下 這個火焰,其實火燃燒是有一定的順序 這檔案的順序不一樣,看起來火就不同 所以你看這個,圓鍵可以複製 我點到它就要你按右鍵,有沒有一個叫做長序 長序就等於複製貼上的意思 所以按長序,有沒有多一個 比如說這叫火焰1 是不是多了一個 那我要編輯它,你一定要確認 因為像火焰一樣,只是名噴不一樣 所以我確認一下,我現在是去賣火焰1的 好,我只要把我的銀閣的順序調整一下就好了 但是你不要隨便亂調 因為其實火燃燒總是有一個順序在 所以一般我的做法就是,這裡會挑釁各位,會不會移動銀閣 你看我把銀閣選角,有沒有 選角就我把竹竹放開了 我拖曳選角就放開,有沒有變下面一個方框 這個讓我都移到後面去,可以嗎? 因為我們火,本來是怎麼燒的 本來這個床就不用燒到,從後面又回來 對不對,那我現在呢,只是把這一段移到後面來 所以它是從不同的區點開始燒,最後來就回到前面來了 這樣了解的意思嗎? 其實我們希望這邊是手工的 但是事實上如果你會寫程式,我們可以用程式的方式讓它自動判斷就好了 所以不用那麼麻煩 那沒關係,我們反正沒有用程式嘛 然後要在這邊,我就不要,我就把它移除 這樣可以嗎? 如果第二個火,你看,第一個火跟第二個火,我們看起來都不一樣 了解嗎? 所以你後來就要把火燃一,我再重置一個 對啊,這是火燃二,但是記得一件事情 我現在在這裡點兩下,確定一下,我現在就在火燃二 還沒人以為打得很呆信,結果都一直打火燃一 這樣也給我呆一下 所以你進到這邊,那至於說到底要拿很多台火,誰就你 只要你的順序有改變就OK了 我再多做一個就好了 好,這個是4 記得一定要多多兩下,確認一下,你是不是已經進來裡面 好,現在我把這些清掉之後,你看一下 1,有沒有每個都不一樣 現在我就真的回到場景1 請問我們剛剛有沒有練習過換角色? 對,所以因為我們剛剛這邊已經有放大了 你這個平常這邊不要進來,要換你,所以我再調大條 很麻煩,所以我點到它 來,但是呢,換成,換成火燃一 你會這樣確定也可以這樣,倒倒往下比較快 點到它,替換,倒倒,有沒有 點到它,倒倒 這兩個就留著也沒關係 所以我們要測試一下 有沒有看起來就比較不一樣 比較自然一點點對不對 但是沒有一個重複沒關係 沒有人退醫會去當你比較做完,沒有不一樣 沒有那麼無聊嗎 好,你的眼睛腿同時就這樣很多 應該不會那麼無聊吧 我們只要倒個有點距離 是讓那個火其實是一樣的 看腳也會不一樣 不太相同 因為你不會特別是注意到 這樣有清楚的話 好,那我就把他們還給予了 現在火燃會的時候 剩下的應該就比較簡單 因為比如說我是要希望火在指定的範圍裡面燒的話 是不是用車照 對不對 所以車照的話怎麼做 你其實不懂你可以用這個方法 那這裡算比較特別一點點就是 我是用一個刺的方式 刺 你看我把這個打開,有沒有 有一個刺 讓它在這個範圍裡面燒 好 那我要問一下各位囉 我們之前在做車照的時候 請問車照如果是群組的話可以有幾個 只能有一個 但是如果是像我們這個是不是形狀 對不對 形狀的話可以多個就沒關係 為什麼要這樣強調 因為這個概念如果你不會 你會發現說奇怪 為什麼我就是做不出來 好,比如說你看我這個是字 OK,你看我打個字記買 好,謝謝你 你好,謝謝大家 不愛 這是我的 你可以 哪裡 不愛 來到 說 你